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達斯公主 是呀 顏色呀 不是你呀 是相機呀 這相機呀 這相機呀 很漂亮呀 我最近買的 納包中嗎 不是呀 你是買的 我儲了很久錢的 因為我很喜歡它的型格很漂亮 很容易配襯衣服 很容易配襯衣服 懂不懂拍攝嗎 現在正在試試 但不知道甚麼呢 你看我拍的照片 不用看了 一定差 應該怎樣向你漂亮一點 有方法的 不如我教一下你吧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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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才買了些甚麼 買了些花花草草 可以嗎 當然可以 來 給你看 漂亮不漂亮 扣圖很差 很差嗎 你懂不懂怎樣構圖 甚麼構圖 甚麼是構圖 拍完當然是構圖 不是這樣拍就可以了嗎 相機裏面有一個功能 叫黃金分割點 是甚麼來的 未聽過 未聽過 將我們拍的主體放入黃金點 整張構圖就會不同了 立即變成專業攝影師 不太明白 不如我們去試試吧 好 好 好 那邊有雙巴去試試 OK Vincy 看不見到有一個打井的方格 看得到 那應該是怎樣構圖 如果有一個方格 應該是放在中間 放在中間就錯了 為甚麼 即不是放在框框裡面 看不見到有幾點 有四點 是不是 我們應該放在主體 在四個點裏面 哪裏四個點 這個交叉點 這四個 對 沒錯 你試試看 這裏有雙花 你試試看 放在這裏嗎 對 放在這裏 又或者放在下面的點試試 這樣 對 行不行 對 沒錯 不過你對不到焦 是嗎 對 你再試一次 即是我放在這裏 按一半 然後按 對 沒錯 這樣扣圖比較漂亮 對嗎 嗯 Messie 是 剛才拍完照片 有沒有用我教你的方法拍照 當然有 照片很棒 立即拍照 對 給你看看 漂亮了很多 花花都拍得比之前好 放在黃金點那裏 主體就特別突出 我也看到 對 這些構圖工具其實很簡單 不過我們要多些 運用這些工具去拍照 對 越拍得多 照片就會越漂亮 是否真的 對 好像你這樣漂亮 好啊 我想跟你多多學習 好啊 下次我教你怎樣 去運用光圈敗門 好 以及ISO組合 去拍一張漂亮照 好啊 好啊 你知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不知道啊 但我也想學 好啊 下次記得上來我們的頻道 好 教你多些東西 拍多些漂亮照 好啊 好啊 謝謝 再見 再見